欢迎回到阿柯在路上的频道 今天呢 受到了喵喵姐的邀请 大家好 大家好 她给我做了都什么 午餐一汤 非常感谢喵喵姐的邀请 那我们等一下就边吃饭边聊天 对对对 好的 我们先看一下喵喵姐的厨艺怎么样吧 这个是大肘汁啊 哇 还有红烧鱼 还有大虾 还有西红柿 鸡蛋汤 对 还有酱牛肉 还有西兰花 哇 都是大菜啊 谢谢喵喵姐 不用客气 中餐 对 好 这个肘子就有两公斤了 这个大虾呢 是200笔锁 现在是70人民币一公斤 现在35一斤了 在国内起码要七八十 而且它是那种鲜活的大虾 刚才我吃了一个很多糕啊 而且很新鲜 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 还剩这么多 喵喵姐实在是太盛情了 真的太盛情了 我吃不完了 因为周末我也想自己夹了餐 是 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住的周边环境吧 好 我现在先出去啊 这里呢 其实是一个小的花园 这就是一个住家的环境很安静的 大门在左手边 就很有那种邻里氛围啊 这里就是进来了 这边呢 那外面姐找的地方是一个两房 两室一厅 一卫 还有一个阳台啊 生活阳台 对 真的很会找地方 而且价格很好啊 多少钱 嗯 就是五千比锁 大概一千五百元人民币 那这边的水电怎么样呢 水电要自己交 但是它这个属于有政府补贴的 一般就是电费只要交正常价格一万就行 哦 那那你就是电费管理费啊 再加起来加上网络费 就只有电费水费 还有网络费 网络费 网络费就是多少钱 网络是一个月是五百比锁 大概是一百多元人民币 然后还有煤气就没有变 哦 那那这生活成本好的啊 而且这边环境很好也不差的 因为我是从外面过来嘛 有两个地铁站 而且呢 有两个地铁口 而且还有很多那些就是市场啊 草市啊 沃玛啊 下面就是一个大市场 然后沃玛就很近 是啊 你太会找地方了 给给大家看一下 房间方便吗 那我就不拍房间了 我给大家拍一下你的阳台 我很喜欢阳台 这里呢就是两个呃房间 然后这里呢就是一个生活阳台 那这里呢放的没习惯 这里就可以洗衣服晾衣服 很舒服 因为上期节目呢 我就有呃讲到了怎么来申请这边的绿卡 啊 刚好呢 淼淼姐你在这边已经获得了绿卡了 嗯 所以说我就来问一下你这个问题可能会更清楚一点 上期我也讲到呢 就是他们的亲生跟我讲就是有两个条件 具体是怎么样呢 可能我讲的不够清楚 对 就是一个是2019年之前入境的 嗯 这个就可以符合他现在这个特色的条件 嗯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的签证就是已经到期了 比如说 但是你还没有出现 就是你事情还没办完 你必须要去去去去再去移民局 你就可以申请绿卡 是就是绿卡是吧还是 嗯 他给你的就是绿卡 他当时会问你是办一年的还是两年的还是三年的还是四年的 但是你要是办一年的之后呢 你又要换成四年的 就是你等于多浪费时间了 你就直接跟他说我要四年的 四年的 四年满之后就可以申请永久的绿卡了 那他这个绿卡因为有很多人有疑惑 以为他这个其实不是绿卡只是 呃一个长期的一个签证 那就是我获得这个之后我是不是可以在这边打工 可不可以这边办公室 对 他会给你个CUP号CURP 哦 那个就属于公民文艺身份证号了 然后你拿着这个就可以去申请税号 之后你买房买车 呃开公司做进出口都是可以 哦打工也是没问题 打工对 哦那就相当于是居民身份了嘛 对对对对 就除了不能去参加选举选总统之外 其他的各国民的待遇都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那是多久之后才可以去申请他的那个身份证 就是那个护照呢 护照就是你换了永居之后 呃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 那个要参加公民考试 哦 然后就可以 然后回答一些墨西哥历史啊文化之类的问题 问题 然后回答过关了就会给你那个护照 哦这样子 嗯 哦那我就清楚了 哦这么连续帮我全部都解答了的疑惑了 对 对 那我也是替呃在电视机或者是说在电脑旁边的观众感谢一下你 嗯不客气不用客气应该的 对还有一个疑惑就是问的最多就是呃来这边申请 然后他们说会遣返 或者说是叫你回到你所在国去办理这个情况 这个是应该大概率是不用的 嗯因为当时我去办的时候他没有说是让我回原住国的 嗯就是呃我身边的别的朋友呢去办了也是直接就是告诉你符合条件就可以开始直接办 嗯办 因为他们还有讲到一个就是还要面试有没有面试这一这一关 呃有的就是但是面试他也是走个形式 就是说他认为你符合条件他会开一张单子给你然后让你去交那个就是税费嘛 就是正常的一个钱也不是很多的 嗯之后就是面试呢他不是说就是决定你能不能办 而是他要录入你的所有的跟你相关的信息 因为这边的是手续都是很就融长和繁杂的 他就所有的你的居住地址啊或者是你的亲属关系啊 他都要录入系统的哦 就是这种这种情况的面试哦那懂了 那就真的非常感谢妙妙姐的分享也是解答了大家很多的疑惑 没有客气 对然后就是你选择了在这边定居了 那你对这边的生活有一个怎么样的看法呢 嗯就是墨西哥的生活我觉得就是有优点有缺点吧 缺点呢就可能就是没有中国生活那么便利 嗯比如说好吃的东西啊什么小零食啊像淘宝那么丰富啊 这边是没有的就生活会单调一点 而且呢就是美团啊这种东西也是很少的 你半夜想吃个夜宵啊这边是没有那么丰富的 嗯优点吧就是我觉得墨西哥的气候非常的宜人 嗯一年四季温度就是非常的感觉感觉非常舒适 还有它的环境自然环境绿化这方面啊弄的是挺好的 就是墨西哥人也是就是可以说是我去过我的国家中 人是最nice的就是非常好说话 而且就是说很乐于助人你要是遇到什么困难 他们一般都会热心的帮助你的 还有大家不要关心的就是治安问题这个 嗯治安问题呢就是自从前年就是实行了全国统一报警911之后呢 墨西哥的治安这两年就是我们住在这里的人明显的感觉到就大幅度的改善了 不像以前的恶行案件那么多恶行案件大概降低了6%到70%吧 哦是我我我感觉我住的地方是挺安全的 虽然没有那个网络上或是说是媒体上宣传那么的恐怖啊 嗯就跟我完全是两种体验 嗯有时候我也会很晚就从外面回来什么的 你都是感觉到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住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住的这个地方就是很多中国人都认为是比较乱的地方 因为市中心嘛批发市场的附近 但是我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危险的存在 啊那今天非常呃感谢妙妙姐的宴请 而且还分享那么多信息 嗯再次感谢啊 谢谢谢谢你的光临 好再见 再见 再见